王鴻威早就一步料到周一寇會找出 周一寇就是一個地公室 哪裡有洞 他就會從哪裡鑽出來 因為他們知道周一寇在那邊鬧 所以他們不願意出來 你知道那邊有什麼大片不要去採 他打原家打到鄰近的地方上 所以他認為打這個鄰舅案 現在台灣的這些老百姓 會很願意吃這一套 根據幕後的幕後的消息人是告訴我的 是 你們今天有空可以去問 王鴻威早就預料到周一寇會到現場 因為周一寇就是 請容我轉述那個背後的消息人士透露 周一寇就是一個地公室 哪裡有洞他就會從哪裡鑽出來 王鴻威其實就是備戰 你不能以為可以隨時準備好跟周一寇吵架 我們嗆了一段時間之後 王鴻威去旁邊聯絡張淑娟 看他到底什麼時候 他其實坐在車上 對 因為他們知道周一寇在那邊鬧 所以他們也不願意出來 幹嘛呢 你知道那邊有一坨大片不要去踩嗎 明明一屁丁點關係都沒有 周一寇就只是找了一個在同一個時期的知名人物 硬是把他調出來打 那你看你是當事人嗎 多冤 你也不認識張孝顏 蔣孝顏 你通通不認識 我都可以告訴你 當時周一寇的想法就是 嘿嘿 你不會告我 我們就打污水戰 你看當年是不是 他拿同樣的方法對付岩家 但岩家比較沒有戰鬥力 他說什麼 那個外勞 是嗎 被強奸 然後還有什麼內臟都掏空 我覺得他這一次就是想要複製岩家的案子 那一波打 他覺得他打岩家打到林靜怡選上 所以他認為 開心 沒有 他認為打這種就是舊案 現在台灣的這些老百姓會願意吃這一套 但他忘了一件事情 第一個蔣家不是岩家 對 然後第二個 補選不是大選 然後第三個 補選是全國選議區 對 那現在的狀況是全國到處放火 你想要讓三明治 就是全員支援你這邊 挺不住 第三個 台北不是台中 整個狀況都不能對比 所以我覺得他這一次有點 是踢到鐵板 民進黨不會動周育寇 但是 那這樣不是就一直失分嗎 你沒看上禮拜是王浩宇跳出來 呼籲寇寇寇姐 他說我逆風我也要講 民進黨沒有人敢親自去勸周育寇 所以只找了一個不選舉的王浩宇 去寫一篇 王浩宇現在在台東 他們某種程度就想要告訴你說 那個 欸寇寇姐 陳時中 最近這個禮拜 年輕人跟中間選民掉5% 很嚴重 你不要再保送講萬安了啦